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很多职业选手仍然对光电鼠标情有独钟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同样来自QPAT的光学电竞鼠标OM75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鼠标的外包装盒 这款鼠标的外包装盒正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左边有写到它的光学引擎 然后一些它的DPI是400到1600可以自由的切换 一共有7个按键 那个镀金的USB接口两年的质保 我们看一下这边也有看到适应的Windows 2000 XP Vista以及Win7的系统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款鼠标的那个背面 盒子的背面 盒子的背面呢一样会写到有 它的一些特性啊 包括有英文 德语 法语 瑞典语 西班牙语 以及中文 经过验证的光学传感器 你看一下 400到1600的DPI 最大感应加速度等等 以及这边还有一些关于QPi的介绍 好 我们现在打开这款鼠标来看一下 打开是在这边 打开这个QPi的鼠标呢是像一本书一样的 看到鼠标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把它从这里拿出来 线 这有一个塑料的硬的包装壳把鼠标包住 然后这个里面呢 这里面放的是数据线 你看到这款鼠标就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了 QPi的这款那个包装有不同的是啊 以往的鼠标的那个盒子中都会有一张光盘 安装它的驱动 那QPi的这款鼠标的驱动呢 我们必须可以在 可以在那个QPi的官网上下载 那个盒子里并没有一张光盘 QPi.com提示你下载 好 下面随着我的镜头来仔细看看这款 QPi的OM75光电鼠标 这款鼠标的材质呢 是白色钢琴漆镜面的 这样呢不仅鼠标非常美观 对于手上容易出汗的玩家来说呢 这样的材质更便于我们对鼠标进行清洗 鼠标的外观我们来看一下 则是和之前的5K基本一致 都是右手习惯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使使用者的无名指和小手指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知识 从而避免手部疲劳而影响自己的禁忌状态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款鼠标的按键 这款鼠标呢共有7个按键 其中有5个按键可以在驱动程序中呢进行编程 这样呢我们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 好 接下来呢我再握住这个鼠标来感受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看出鼠标的右手握住鼠标时 大拇指能够完全和鼠标左侧这个凹槽相吻合 而无名指和小手指呢也和右侧的两个凹槽内呢 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姿势可以贴合的很紧密 鼠标那个凸起的部分呢也正好与掌心相吻合 这样整个手握住这个鼠标呢就非常的轻松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鼠标的滚轮部分 我们在安装驱动之后呢 这款鼠标的滚轮是可以进行设置的 也就是说在滚动页面的时候呢可以设置为滚动一行 还是三行还是六行 同样也可以设置为直接滚动一页 另外呢这个滚轮的蓝色灯光也可以在驱动程序中设置为关闭 这样呢那个也不会太刺眼 至于这款鼠标的核心部分光线引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鼠标呢 采用了技术十分成熟的安全轮光线引擎 采样率呢达到了6469帧每秒 最大家速度为15G 最大移动速度1米每秒 在无需安装驱动程序的情况下 即可实现呢400到1600dpi的切换 我们可以看一下 1600高dpi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鼠标的传输线和接口 OM75呢采用了镀晶的USB接口 以及一根2米长的尼龙材质的数据线 USB数据通道呢可以达到16位每通道 并可在驱动程序中呢根据个人喜好 设置USB端口速率分别为125、250、500和1000赫兹 好了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看看这款鼠标在游戏中的表现吧 QPi的OM75鼠标呢在中国大陆售价定为每只399元 配合它的脚贴呢也将在4月份正式上市 对这款鼠标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浏览QPi的官方网站 以及cmfrag.com 了解更多关于QPi的以及OM75的消息 谢谢大家